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笔记台湾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身边 这么一大群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各个艺术家的天分 各个都很有才能 而且是热情洋溢 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来自哪里 三家 这样就对了 我看年轻人姐到底 过瘾也感到非常年轻起来 但是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到底什么事情 让他们热情洋溢呢 镜头车慢慢的溢开 慢慢的慢慢的 没有 这是谁的杰作呢 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那边涂鸭是有模有样 不过告诉各位 你要涂人家墙壁 要涂鸭 可是要经过允许 不然是会触法的喔 森哥 我感觉 他这个楼子都没在插人 都在那边跟我夾正经说教 如果画画可以美化环境 而且可以宣泄一下心境 而且可以一展长才 这有什么不好呢 太棒了 那现在你们两个老是怎么样 什么时候这么妈姐 这么心念心啊 拜托 上次你自己一个人 跑去卖水果 要不是在楼梯上 带我去那上山下海 吃香的喝辣的 我还能有今天吗 我不挺他 我挺谁啊 我有没有听错 你说你上山下海 朋友啊 你真的给我评评理 如果你们有看电视的话 我记得那个廖天丁的高冬 是我去爬的 说到这个下海呢 是那个全台湾第一海女 那个七十五岁的阿嬷 去下海的 那是关你屁事啊 有啊 我也在海边啊 那这个活动我后来也摔上去了 你都在下面看耶 我只跟你讲 你这个人只是有心机 你真的很不会洗衣服耶你 我洗衣服啊 吃洗衣服啦 洗衣服啦 洗衣服啦 你差不多了 上星期我跟你说 柯宇老婆来许小春又得相思病 哎呦 你不要说话啦 你要看医生啦你 只要你们两个妈这样子 就跟他们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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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聚集在一起 就是要他方便圆一个梦 圆一个梦 来 有请俊诚先生 你带这么多年轻人 到底在圆什么梦 我们在圆一个帮助地方 帮助这群孩子 让他们能够生活得更好 让他们更有自信的一个梦 帮助这些孩子 哪里的孩子 我们三峡有牧国小的小朋友 像我们现在背后看到这个货柜屋 这也是我们其中两个小朋友的家 那我们希望说像日本那个改造计划一样 我们来帮这小朋友改造 让他们从里到外 从住的到衣服 让他们整个焕软一新 让他们以后的生活 包含人生上面都可以更有自信 好 像碰国就是不愉快的童年 对 也将会有个凄凉的晚景 你也有在帮老人家圆梦吗 我改天帮你去动物园 圆梦计划 没有 我们单单去动物园 找他的亲戚 有机会啦 你们现在有几个梦要圆 我们就是要第一个 他们去环岛 然后呢 再来就是帮他们改造他们的房子 今天的彩绘即将完成 那环岛呢 我们在4月19号 已经完成环岛1350公里的壮群 很不错耶 不得了 这年轻人已经树一个很好的人 年纪轻轻就是帮忙做白人 尤其家庭亲爱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出手相住 不简单 可是我觉得出手相住 有不一样的方式 一般社会都是给钱 我们是带小朋友去种丝瓜 然后种了丝瓜之后 他们做成菜瓜布 那我们帮小朋友卖 结果他们就可以有 营养午餐的钱跟学费 其实我觉得这个鞠鞠 这个脚踏车环岛呢 这其实是有一种体力 跟毅力上面的一个挑战 让他们知道很多事情 他必须自己去完成 而不是等待 其实有很多的概念 会让小朋友觉得 就是说 我们就是清寒 我们就是没有自信 那我们在这边等着别人 给我们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好 是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说他们不但 给这些小朋友帮助 他们在这个帮助当中 是给予小朋友很好的 一个教育的意义 是 去教导他们 这一次去环岛的时候 整个企划 包含去谈赞助 都是小朋友自己去执行 拥待他们 然后他们 我们教他们写企划案 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 你没有感动到吗 你看他们年纪这么轻 就懂得如何奉献 如何帮助别人 回馈社会 所以大家应该 并且要多关我们身边的人 需要帮助 我们就给他们帮助 四个由都市返乡经营事业的大男生 发起了种植有机丝瓜的活动 让学生种植有机丝瓜布 收成之后的菜瓜布 再由他们全部收购 所得作为孩子们的 营养午餐及学杂费 让孩子们没有顾虑的 开心快乐的学习成长 其实难得就遇到 善心的阿公 没错 因为我们说 这个养育之恩不能忘 这才是最伟大的 是 阿公你好 阿公你好 你好 当时跟这个孩子 我们这么有缘分 大家可以到家 是 有两个家庭 两个都是爸爸 这个出生就没爸爸 这两个是爸爸生 八月就死亡了 是 所以都没爸爸好事 因为阿公也没人家 是 因为阿公说社会自由 也没得到安顿家庭 我就说好 你在这儿大 我不用给你收费用 阿公都不用钱 我帮你帮忙给你照顾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环境 其实也不是说好到什么程度 你们平常还是用什么方法 来增加你们的经济修理 可以看还有这些灵灵 来照顾这些孩子 有的人就会来这儿家庭 有的人就会有闲心 发心帮忙 帮助 是这样的经济来源 我们都是吃素心 我们都回去吃素心 是 是 我们是在收视的人 所以我们欠吃欠用 我们自己也不用用什么 我们可以嫁去 我感觉很快乐 所谓笔记台湾 就用我们的笔 祭出有很多 我们台湾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美好 其实也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问题 希望大家一起来感受 这个环境里面的 所有需要的希望 大家来给他们一点点光明 也许他们就会 非常顺利地长大 对 没错 这三个小孩的背后 其实还有着 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阿公独自一个人 辛苦地抚养着 三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不求回报 不求名利 只求孩子平安快乐长大 这铁皮屋或许不起眼 但却是他们相依 与珍惜的保护 其实在这个有牧国小当中 丝瓜小队的小朋友 总共有六个 那这六个小朋友 其实他们本身的 这个家庭环境都不是太好 所以也希望借此机会 可以让大家认识 这群小朋友 然后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有能力的话 可以直接联幕这个有牧国小 然后来帮助他们 长大就是做厨师 因为可以炒很多菜 如果家里没有人在 可以自己煮 然后长大做厨师的时候 可以帮助很多有困难的人 在这方面有困难的人 没有做作的嬉笑 没有人工的掩饰 他们纯真的心灵 就像天使一般 在轻柔的云端中 但是却需要一双 更有力的翅膀 让他们可以飞到更高 更远 更辽阔 各位亲爱的观众 若是你有机会看到这段影片 想要帮助这群孩子 发挥您的爱心 可以直接联系有牧活小 因为您的爱 他们将会更有机会成长茁壮 走向未来的人生道路 从未来俊臣看你这样年纪轻轻的 你居然有这样的能力 有钱有贤 可以做工艺 到底你是做什么 对耶 我也很好奇耶 到底是做什么 我是做 皮胖胖的 皮胖胖 我知道啊 就是你们男朋友最爱的 粉味 不怪他哪多钱 原来就是做黑的喔 不是做黑的 是洗乾淨的 什么 粉味更有乾淨的喔 就是警察来的没事的 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感觉真的非常舒服 但是我们今天应该还是有任务吧 一定有啊 对啊 孙哥这边的梦呢 我还要继续下去 那今天这个锦囊就交给你们 是 今天比较大吗 是金河 金河 好 那待会我们就好好细细的 完成了未完成的梦 在清水祖师庙的旁边 有一座造型古典 庄重而华丽的长浮桥 这条桥是委托文化大学市政系 规划设计的观光步行桥 桥上架构有四座凉亭 虎色虎香 步行经过桥之后 就可以看到三峡最具代表性的 清水祖师庙 提供给你们做个参考 在这里 我们阿公在这里 印度西亚 大便当地 这些鸡子拿来买面 今天没得看 以前没有点面对 对啊 看你们都没熟机 快来吧 三峡市区 早期由于地处三路地带 又有溪流汇入 发展一度甚为繁荣 但因沙石淤积而不再有航运之力 发展建区平反 北二高的兴建 加上2007年三峡老街修建完工 吸引大量人口移入 2009年9月底的时候 全镇人口已经突破了10万大关 原来就是做地坑的啦 对啊 我说做皮香香的啦 对啦 又有洗乾淨了 有没有 真的有没有 尽管就是这个元素的味道 对啊 可是现在还有人会用地坑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用这个 很多人在用 现在不是因为这个墨浴乳很进步吗 大家都用那个挤压的啊 有人就错了 墨浴乳很容易造成皮肤的阻塞 你真的痛痛 现在这个节能减碳 这个面子是说 尚被污染这个环境你知道吗 对啊 而且我们这间地坑店 已经做五十几年了 五十几年喔 五十几年啊 这么久喔 都没有休息啦 五十几年没有休息耶 你怎么这么年轻 有年轻嘛 人们说很老了 其实我就洗地坑洗到年轻 所以这应该是团贵的吧 真的团贵的 从祖先到现在 对 而且呢 对我们做那时候就说一句 他说做地坑是一种良心需要 还做慈善事业 对啊 所以现在做慈善事业啊 这是怎么办 我们皮肤在洗是不是 你东西不好的影响就是皮肤嘛 是 是 太厉害皮肤的咬 的富贵手啊 对吧 这个每一个环节都要很照顾 不可以用的这个 有化学的啦 有什么的 不能伤到自己的身体 不能伤害整个地球 你如果做以前就这样说了 对 要做我们阿公下去做事业 做过来变阿公吗 对 阿公去做事业 阿公就是要做中性的肥皂 因为当时富贵手 都在他的医疗味道不好 这样下去 演化做中性的肥皂 对 但是没有这样子可以测试的 你怎么知道它是中性的 我跟你讲 那时候他们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老祖先的智慧 对 他们用自己的身体 下去提炎 所以阿公做的三分 就直接用脆脆 下去测试 没想到也没想到 对 如果想来 如果造型含量太多 会像辣椒一样 会刺激 会刺激的 全身的皮肤细胞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舌头 他只用他的舌头 味觉身体去测试 这样子 这个简直是神农场百草 真的 以身试照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天然 沾鸟漆也吃得一口 这样 真的 我们哪里的鸟漆 直接吃得更多 鸟漆吃得更多 鸟漆吃得更多 吃肥皂的日子 在现在人听起来 可能是相当奇怪 但是早期的肥皂 可是奢侈品 是一般人根本用不起的 在70年代又遭受到 化学制的沐浴乳市场的冲击 使得业绩快速下滑 直到今年自然环保风鲜起 这传统手工肥皂的美 才有机会继续传承下来 大家说好 你们家 这鸟漆很多就对了 哪里有鸟到这边 流到四家的传承 是怎么办 因为以前做设计 是非常非常疲 是 都需要人力 所以我们阿公那时候 和爸爸那时候 不是 早期做设计 晚上就要练流道 断练身体 什么 你怎么没水果 不然你先去练 练空家室 没有 我之前有练跆拳道 跆拳道 我整理一下 要练流道 没水果 没水果 也练跆拳道 而且我们阿公那时候 他们都是 担拳道 在这些鸟漆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以前没有店面就是这样 对啊 看人家都不熟 我以前的餐具有拂拳道 所以其实担在拳道 也有意义就是说 我们这个拳道 担起来 其实是整个家庭 整个家庭的重担 把所有的责任 把所有的负担充 它一间就把它扛起 其实我们到现在第三代了 我们是把这个责任 把这个重担 这个重择大任 有没有 我们要去承担 希望让这个传统的事业 让这个传统的产业 继续发扬光达 不管是在台湾 我们希望它能够 未来拓展到世界去 是啊 全家幸福的一间挑 所以以前人讲说 荡荡荡荡荡的 就是爱武担当 才能来 撑起来这全家的幸福 原来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 甜蜜的负担 其实是一种幸福 所以阿公当时也说过一句 他这四人就只要做甜蜜 他会做到他没充分 其实你以为他想说 他这只只要做这个东西 他不想做甜蜜 他只要做甜蜜 不然这个也是 他说白了 很幸福 我刚刚听了之后 忽然一种起鸡皮疙瘩 而且真的心里很感动 因为以前阿公只要做甜蜜 然后他就是很用心地 就是去把它做好 非常执着 但是做这个肥皂很危险 他刚刚讲说做甜蜜 做到没充分是怎样 没有 他是说做到没有 做到他没充分 揭持到最后一刻 对 没错 但是我觉得很不容易是 他们可以这样子这么久 五十多年到现在 你们年轻的这杯 还可以把他这样团出来 穿成下去 其实因为现在年轻人 可能都会想要去当什么工程师 或去做什么其他的更好的 玩电脑 玩时尚的 玩外面现在社会流行的 怎么会想要做这么古代的行业 那其实也是一些契机 清洁用品这个产业 其实他经历过很多的波折 那其实呢 说他在建築 其实天空白 我感觉他也有看到 所以他又另外开了一扇窗 又给我们一次机会 就是现在讲绿色 讲环保 爱护环境 而且天然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又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回归到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人反而比较喜欢用那种 很天然的地球来生成功 轩哥 就是这一面墙 我们就把我的梦想写在这面墙上 希望在利用 透过这面墙来实现 你看看 那其实你看就是 我们在山区就是来做这件事情 那从我们回到家族 回到故乡 是 来回到这个产业之后 那我们一回来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冥冥之中有很多贵人在帮助我 那我们从一点点小成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工艺不应该是做短暂的 它应该要长时间 汽水长流的 就常有人讲说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一块不嫌少 对 那你看我们在山上 带这群孩子 其实我觉得从他国小 带到国中 一直到高中 甚至于他以后 上大学出社会了 所以说不定未来以后 长大他也可以回到这个产业来 这边工作 继续再奉献他自己跟他 鱼帮水 水帮鱼的 这一条小溪 永远充满了生机 对 源源不绝 其实就像肥皂在清洗一样 对 你也不会去记得他什么 那我觉得就是让这个事情 让他慢慢地影响一点人 影响一点人 那我觉得长时间下来 五年 十年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三峡 或是在台湾影响到很多人 然后去感动更多人 说不定未来有更多人 会跟我们一样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台湾那就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有爱有温暖的国家 我相信今天透过我们节目 现在是全台湾的人 都看到了这件事情 大家也会开始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像丝瓜疼一样 把我们的爱 把我们的感情 全部都牵在一起 牵在一起 再放在一起 再放在一起 我们接下来有更多的计划 有更多的梦想 可以慢慢一一地把它实现 然后我们就带着这群孩子 甚至于未来有更多的孩子 需要帮助的孩子 对 不是只有梦而已 其实我们是很清醒的 在绝对的确定的执行者 没错 让梦去实现 是 其实今天是难得的机会 没错 既然说你们导演 肥皂力量这么大 我们也来看看 你们十倍秀的这些萨文 到底这地方怎么做 今天一定要带你们来 试作看看 DIY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到底什么是不水的 是 我把你身上的业障全部 喂 坚持捍卫古老风 坚持为在地推动工艺 这一份精神 制作团队再次深深 为这新一代企业家的理念 感到敬佩 我们预祝这爱香 与珍惜人为的心 永远不变 并希望丝瓜小队成员 未来各个有成就 继续推动这理念 让人间处处有温暖 有爱四季皆如春 好 我觉得我现在无事一身轻 穿得很清晰 没错 我全身哭 都胖胖胖 是啊 今天不是锦囊 是锦盒 那我先选... 来 你先选 我选一支 是 我选一支 反正 先看你的 好 哪裡 是第三支眼吗 还是第十二支眼 我不知道 先看我的 你的 你的 昊月归壁 大暴溪 仙慕竹山升黄金 到底我这日是什么样的蜜蜜 我跟你講 天后不早了 我们不就要担心 好啦 搞不好是很复杂的事情 兵分二路 是 来 快点 走 三峡在日治时期的相公所 在当时可以说是 三峡最堂皇的建筑 目前被改制为 三峡历史文物馆 它坐落于三峡国小旁 女美术纪念馆也在这个附近 因此这里成为三峡最重要的文化 与观光的据点 一楼主要是以各地不同的 艺术民俗风为主 而二楼则是以常态展 来介绍老街当地的文物 陶瓷器 各种老照片 使机保存的展示 想要知道三峡的过往 一定要来这里走走看看喔 提供给你们做个参考 大阁ale这有一只呢 对 我这里了再改参了 改参了 有啊 你有啊 каким成功 微思汉 稍微得自己的朴山的豬杉 广告 da 回来告诉你 谁自已柔臭到 这么闻言闻的诗句 只看得懂 大暴溪还有深黄金 所以我在猜 应该是大暴溪这里 有可能产黄金之类 或者是可以卖钱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直接 找这边的人问 比较清楚 大哥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备一只蓲 这盛啊 这这盛看来感觉 蝉蚁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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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 有同一种 这是整条 整条啊 现在是生产时期吗 对 我看到这件事 看来你卖了 iat 黄 是说 请你先去 你看我这个 你猜什么 好 浩月歸壁大報熙 大報熙在這裡嘛對不對 又有仙木竹山升黃金 這喔 你就問到人了 在看我 我在找那個 孫子撲熟 孫子撲熟 我看我看我看 我好像找到 一點點蛛絲馬跡了 剛剛大哥說他是 這個孫子撲熟嘛 然後他撲的是貴竹筍 結果我鄉鄉一看 這兩個詩句併在一起啊 你看 木家龜不就是貴 木下面又是竹山 你有刷嗎 有啊 你有刷喔 有喔 你的刷是在種什麼 種這個 我在想不想把這個貴竹筍 就是我要找的東西耶 太好了 這樣大哥 你說現在 這是當時嘛 你怎麼有買去買 不會喔 我現在就是 因為今天不說這麼多 我現在去伯伯要來 另外一個孫子 那一頭就要快來買了 太好了啦 我敢不敢帶你去瞭解一下 可以嗎 好 如果要去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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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來來來 快點 我們快出發 我們不是要坐這台 我們是要坐這台 蛤 坐這台喔 嗯 所以是載第二的車嗎 不是 這農車 農車 嗯 專門的載捷筍的嗎 很有農的 喔 專門就是做農 農夫在用的 所以如果載那幾捷筍的 你都是開這台就對了 這頭前只有一尾 你會坐在後面啊 說你跟他坐在後面 我當然敢啊 這又不是什麼危險的事情 對不對 上山路嘛 我也是山上長大的小孩啊 快點 快點 我們快出發 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要去採貴竹筍了 大哥 出發 我本來啊 非常慶幸說喔 有這台車坐啊 我就可以少爬一點山路 想不到啊 坐車坐的我腰算背痛 那個山路整個超陡超崎嶇的 然後因為這個車啊 這裡才油車有 對 所以它那個動力是非常慢的 又非常顛簸 所以我坐在上面啊 整個晃來晃去 撞的我腰算背痛 好 大哥 我都喘好了 好 我們為 出發 出發 我們就是要為上學校 你不能再排隊去 再排隊來 那是多疼的 好 所以現在職工山頂 萬塊鐵筍了 走 山峽的佛山地區盛產貴竹 想要新鮮的貴竹 清晨就要早起出發 當天上山獻災 可不要小看這山路 看起來不怎麼樣了 蚊子可是多得嚇人了 走上陡峽的破壁 還要仔細地看好 每一步有沒有踏空 沿途還要注意 順手整理 妨礙動線的竹子 還真是有挑戰性 一柔 加油囉 我真的很懷疑我們今天 到底是來採貴竹筍 還是來採喀白筍 這真的是貴竹筍 對 真的喔 真的喔 現在把它釣進去 就回到那邊 這塊就沒有了 這塊粗粗 就是我們平常講比較粗糙 這不要 它比較刮的 像這個比較油 尼巴嫩 現在可以試試看 這要煮在路上 對 但是我為了要試它的新鮮度 而且大哥有說 哇 這個地方啊 尼巴嫩 比較油 香得很酷 嗯 很脆耶 但是真的酷耶 要吃再吃 但是吃得出來 它是非常的新鮮 而且啊 我剛剛這樣剝一塊 到我的嘴巴裡頭啊 它是完全沒有纖維的 你不吃到那一絲一絲 好像感覺會塞到牙齒縫 不會 這就是我們采到的 第一支貴竹筍 但是這支牙太油了 對啊 我們連鞭筍比較大 比較大 從那後面 走 很肯的啦 我剛剛啊 在研究大哥他的財法啊 你好像都是用腳下去沾喔 對啊 因為那個比較低 就要用腳沾 那是嗎 那也是啊 那隻好像雞那麼大 對 對 它這支喔 我以前是大支 這支比較不好吃 欸 這是怎麼過 它這支是鋼的 蛤 貴竹筍還有分鋼的跟母的喔 有喔 這是要怎麼看 鋼的這個這樣滴滴去 好 母的就像這個一樣 不一樣 它這樣下去 對 牠比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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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人家喔 一個蚵蚵桑 都來幫牠搗拌 結果像牠的都給牠搗拌 真的有差耶 你看這個公的葉子啊 牠特別的就是比較粗 然後牠比較直 對 然後這個母的啊 牠比較軟 然後也比較細 有沒有 然後也比較長 然後就這樣垂下來 對 所以你仔細去比較 其實是看得出來的耶 很出名耶 原來母的 貴鐵絲的 鋼比較好吃喔 比較好吃 比較甜 有比較油 喔 所以今天啊 你們跟著姨柔一起來 踩這個貴竹筍就踩對了 大哥 這裡有一斤耶 對 這就可以用鐵了 用鐵了 夠給我 夠給我 原來 有啊 等一下 小心 牠在旁邊 看姨柔的烏鷹腳 阿姨喔 在這佛山的貴竹林 姨柔竟然使出了佛山無鷹腳 別玩了啦 快點認真拔吧 等到太陽下山 可要摸黑回家囉 陶姐 牠好像有大石頭耶 來… 牠這… 竹簾的 竹… 這竹簾的喔 怎麼這麼剛好啊 這不是人工用的 我爸爸就是說 這竹簾的東西 聽… 竹簾的 裡面 竹簾兩隻 用誰的 這裡兩隻 仙洞 有看到嗎 欸 真的耶 你說這裡是誰人大 好像仙人在大 那這樣我就仙女囉 仙女 既然這個是仙洞嘛 大哥又說這是仙人做的 如果這樣 牠坐在這裡就仙女囉 欸 真舒適耶 想不到在這個南洞中啊 還有這麼多多好的地方 現在你今天要這麼辛苦 我回來我煮一個好料 好料的 是幾條筍的好料嗎 對 好料的 大哥說牠要煮好料請我吃耶 等一下魚肉下山啊 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吃這個好料的 等一下跟著我一起品嘗吧 這筆簾沒中的飯 真的很棒耶 阿嬤 這鍋這麼長的早上是你煮的喔 對 我煮 這裡面有放什麼 幾條筍 幾條筍喔 幾條筍你自己買的對不對 對 對 還有鹹菜 還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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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在那邊 還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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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啦 為了要切什麼料 這樣說來說去 但是呢 快一點啦 氣啦 阿嬤你別中了啦 牠看牠自己要吃什麼就切了 這裡有啦 有啊 有啊 有看到嗎 我看得到你吃好 這樣喔 不要這樣拿去啦 你今天怎麼這麼辛苦啊 我已經切到你吃好 好...有啊 想不到啊 阿嬤喔 知道我要來啊 真的是傳大魚大肉啦 有魚啦 有這個自己吃的雞對不對 土雞啊 這個跑五千公尺的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這鍋湯 這鍋湯裡面不是只有雞湯喔 這裡面有雞 還有放白骨 算是這個有兩隻腳 加上四隻腳 這個藤桃一定很讚耶 我媽上來試試看 阿嬤的拿手菜 哪一隻啊 你要讚啊 它整個湯啊 它雖然用這個排骨 還有這個雞肉下去烤啊 可是它整個湯頭 喝起來是非常的清甜 而且它完全不油膩耶 那以柔今天呢 其實也是第一次採這個桂竹筍啊 剛好有這個機會 可以吃到新鮮來煮湯的 我來試試看 你知道它是怎樣 一般我們吃這個筍子啊 這一泡吃到那個 那個纖維很粗的 然後它這個吃下去 它反而是非常的脆口 而且它幾乎沒有什麼纖維喔 你邊咬 它整個那個筍子會清甜 清香 它會慢慢的跑出來 好 阿嬤妳也吃一口嗎 好 我也吃一口 實在太好吃了啦 我來 吃這個 我來吃這個 偷雞啊 偷雞啊 自己的雞子出來 自己的雞子出來 自己的雞子餓的喔 沒有 那個雞子餓的 很可愛 太可愛 你看阿嬤啊 還有大哥啊 我覺得他們就是 雖然我是一個陌生人 可是他們看他們很熱情 阿公喔 要請我吃好了 就真的穿了這樣整桌 大魚大肉 我很抱歉耶 順哥 今天很抱歉啦 我覺得我好像比你幸福喔 鮮甜的貴族湯緩緩入口 這每一口都充滿了感激 因為我們今天 總算是體驗到 要摘貴族是這樣的辛苦 我們非常感謝 陳先生與阿嬤 誠心誠意的盼望 祝陳先生一家幸福安康 三峽的境內有一座滿月圓國家森林園區 因為山頭的形狀看起來像月圓一樣 因此而得名 這是台北近郊 森林與瀑布最多的森林浴場 因為河谷坡度非常的陡峭 谷地落差很大 形成了許多的瀑布 那麼沿著滿月圓的森林步道走 大概10分鐘 就可以看到滿月圓瀑布 銀簾瀑布以及處女瀑布 高約20公尺氣勢逼人 更有很多的野生植物 與野鳥在這裡 來到三峽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景點 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好 讚 哇 希望爹地修的這個 我們看到有嗎 同志看到那個這樣 看到蝦媽媽蝦草草 不然它滑出來 整條怎麼呢 出得開去 池宗彥怎麼可能會為難到我 我可是石頭專家 台灣姓大家都很出名的 我跟你說 三峽這個地方 最厲害的就是文石 有看到沒有 大地之眼 二話不說 我們來直接請 這個學會的會長 梁明佑帶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大地之眼 這麼多人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這種酒優的嗎 對 這樣很好奇 來 謝謝 來… 今天天氣這麼好 大家沒有去聰明 像我們在家做的桌子嗎 有啊 沒有 待會兒 有時候我們再來聰明 聰明 這最近 那一塊最多是哪裡來的 都在我們三峽的五條家 五條家 對… 其實這個三峽的文石 是世界名聞俠爾 我們有很地屬的 是全世界都沒有幾位的 三峽酒就對了 我們的噴風文石 都發展了這個東西 我們最近差不多十幾年前 才發現我們三峽毛 這個文石的問題 是… 那它的三峽到目前很快 很方便 對五條山脈 跟山民學生都有 變化很多 國中的 有 它的色域變化很大 但它裡面的通信 也有色彩毛 紅的 青的 毛的都有 哇 是啊 所以說我真的有高深莫測 有時候 好像我們看 它的酒頭好像沒什麼 可能裡面醞釀了很多的 不一樣的內容 什麼色 什麼故事都有就對了 這樣好 收腳連酒準備要出發了 我們好好來聰明 今天搞不好有意外的收穫 好 丹火長 我是覺得我們三峽的酒油 大家都很幸福 這麼多條茄 不一樣的酒精 這樣可以看這麼多朋友 大家共同來分享 我們鄉頭前走 我們這樣時場快要到了 開始動作要聽話 我們現在所站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五條茄 兩邊旁邊都可以做這個補盤 這茄底裡面都一樣 又是一個玄武園 對 它是都怪手下去做補盤 現在是不能用茄師下去採材 現在都是用鹽石為主 是 是 就是說茄底有茄 剛才現在看到一片烏鴉 到底是要挑哪一塊 我們現在的瘟石園 都是在一般的玄武園 這個玄武園裡面 這塊是玄武園 對 各位觀眾 這個秋秋頭最好發現這個 你看 哇 裡面很精彩 這麼大的一個眼睛 這是標準的十中眼 對 就是一般我們其他的朋友 比較沒有在 秋秋頭 比較沒有最上色的人 就是說要找一些黑的 對 還有裡面本身有 有結晶的斑點 是 是 就是說我們如果酒蒸到回來 還要怎麼精力再讓 真正的欣賞到它的原色 對 待會兒就要回來 對 正說加工研磨 這樣喔 是 是 我們快點快點 再來蒸 蒸得蒸到等一下 來 倒點融 喔 開了 那一粒喔 這個火鍋也算過來喔 快喔 是 是 來來來 好運喔 漂亮喔 這要蒸不好蒸 是 是 爛喔 對不對 今天這幾個月 其實有時候 在這個溪谷裡面 我們看得到 唉唷 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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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大家為了這個顏色 為了石頭當中的這個眼睛 大地之眼 大家就聽到咪咪咪咪咪 慢慢的喔 一早就看到 哇 幾顆都沒有別人 只有它 這都要爛過 要洗過這樣喔 對啊 不然現在在黑頭鑊 你看有沒有 要洗啦 是是 這樣喔 恭喜恭喜 好 感謝 好 繼續拍 好 繼續拍 我們剛才呢 要撒一顆 待會兒在那邊摸摸摸摸 了 飛上 哇 現在在那邊 手的那個在我們剛才有 東仔看到那裡 看起來 黑媽媽 黑臭臭 不然它摸出來 整個都這樣 開去 這就是我們的通心園 對 那個的時候 我們這個 我們的池地 分裂的池地 都很好的 是 這顆集合 不能來做一個櫃子 可以看到孫哥頭上 好嘞 這樣 增了多一次第三隻眼 這是射分裂的 甘味色的系列就對了 對 這剩很多人的 有時候人會迷失在眼睛的暈圈裡面 所以說這個大地之眼 美不勝收 哇 今天這剩一個很好的收穫 美美 這衣服的配色是對的 它刮在這邊你看 不得了 走開一下 你感覺走開一下 其實剛剛我們一直在講這個童心圓 我們要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了解一下 它是怎麼形成的 形成這個童心圓 我們這個童心圓在火山爆發的形成的時候 是是 它的形成有很多種 而來說它的色情也有很多 比說它更加更高就是說 它的色差越大 是是 其實大家看不清楚 我們說這個色差越大就是說 它整個中間的這個像瞳孔的地方 它的童心圓就是說 一輪一輪以這個核心為軸 這樣一直放開放射心的從外面走 然後它越圓其實是越好越漂亮 但是有時候你會碰到它旁邊 好像有雷絲瓣 好像花瓣一樣 這看起來這個是特別的 特別特別就對了 再加上它的整顆質地是很好的 然後這個色彩分明 像這個叫做單眼一顆的 這種就是雙銅的 兩個童心圓 它加做碗就對了 哇 這一顆也很精彩 每一顆裡面都有一不一樣的色彩 喔 它後面這一顆也是非常精緻的 顏色的那個 黑白基底是非常分明的 還有另外這一種的 那這種是嗎 這個更漂亮的 喔 黑白分明 黑白分明 就像有一對眼睛在這裡 對啊 我們剛剛看到也是裡面白的比較多 那這一顆呢是裡面的黑人 黑人那些喔 最中間裡面還有一個 非常黑的這個瞳孔 所以看起來的炯炯有神 這個越有神的就越好看 那我們剛剛 另外這一顆我手上拿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說 它的整個圓心都很平均 每一顆的布局都滿滿的 有時候我們遠遠看 這邊像一個八字有沒有 我們這個中華文化 剛才八字就覺得 發了發了 我裡面有多少八連在一起 有時候呢 收藏一件東西 看到裡面的 蘊藏的意義在那邊 桶心圓 就是飛得越高看得越遠 越大越看越清淑 現在我手上這一顆呢 幾乎就是它整個圓 是非常的平均非常的圓 然後我現在說 你要正眼看我 其實屬於那種多層次 多顏色 然後非常分明的一種眼 正眼看著你 所以說這個紋石的 層次變化是非常的多 紋石是一般民間的統稱 並非礦物的名詞 紋石在台灣目前 只有澎湖與三峽地區 可以找得到 三峽附近的紋石形成 是因為部分熔岩 遇水極速冷卻 形成大小不宜的裂隙與氣孔 隨著板塊運動現象 才暴露在山路地帶 經過數百萬年 因不同時期的壓力溫度條件 才形成現在這樣多彩的紋理 在淵山峰頂有一句鐘 名字叫做光復鐘 是三峽鎮明為了紀念 台灣光復滿40周年 由各界圈知 在這裡興建這座紀念鐘 那麼這座鐘的建造 位置非常的特殊 它東跳雪山 另外像是擦天山 加九嶺西濒 大汗溪流域等地 統統進入原地 還可以看到新莊板橋 以及大台北本地 氣象萬千美不勝洲 下次到三峽 記得來這裡走走 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咪尾瓦瓦瀬��榮 詞曲 李嘉勒瀉 金桃 李嘉勒瀉 gider 人 盛 富補 人 明月的客水 老著青春飽 金色的紅昏 七色的蟬花 美麗如圖花 名字叫做三峡 三峡祖寺庙的歷史悠久 最早可追溯到1767年 由七個不同姓氏的當地居民新宮重建 1833年因為地震造成部分毀損 因此進行第一次重建 1895年小五戰爭的隔年 已未年日軍想接管台灣 在三峡湧受到在地義勇軍奮力抵抗 日軍在三峡湧勢力 事後才掃蕩方式南下停進 廟宇遭到焚毀 因此在1899年進行第二次重建 因為馬關條約 就把蜻蜓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那麼日本人要來佔據台灣的時候 剛剛要來台灣 要到我們北部 他就是佔到 逢到第一次的這個 我們的阻撓 就是 我們的義勇軍全力抵抗 日軍在收穫台灣之後 他對三峡這些義勇軍很不滿 因為當時是把三峡祖師廟當作 他的基地 所以說他就放火把三峡祖師廟給燒了 然後順便也把老街都把它燒掉 三峡祖師廟的建築特色 在於石材的雕刻 除基座的造型較為簡潔外 其他廟體皆有繁美的石雕 除龍柱外 尚有雙龍柱 單龍柱 花鳥柱 與對聯圓柱 大殿的三層雙龍柱 花鳥柱與白鳥草莓柱 可收視廟中最重要的石柱雕刻 我們三峡祖師廟第三次重建 是由我們前輩畫家李梅樹教授 來做主持 李明國36年來做主持重建 我們祖師廟的後殿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開始來興建 就是因為後殿土地沒有辦法取得 當初我們在蓋祖師廟的時候 因為為了酬募資金 所以把後殿的土地 有部分賣給了我們這些居民 那麼現在想要再蓋 要把它再買回來 那並不那麼容易 蒼靜的山巒 慘慘的西畔 熱鬧的老街 翠綠的貴族 過去開拓時期的艱辛歲月 與義勇軍抗力的過往記憶 都已成為茶餘飯後的精彩故事 但是後人的努力維繫 將這些殘破的軌跡 創接成了一部新文化的模範之寶 今天我們看見了最純真的微笑 與最用心的在地故事 也看見了捍衛在地傳承的積極 與追風俗越的青春熱情 希望這一切的昇華 可以為三峽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比起台灣 家是的台灣 家都是台灣 這就是台灣 這家是的台灣 台灣 台灣 美麗的家鄉 魂啊連山 海啊啊破花 一句一句 親好世界聽啊